各位观众朋友 学过了怎么样用 pican就是葡萄 还有数据做成的一个炸果蛋糕 现在William要为我们介绍的是一个 叫做比利时 比利时的一个carrot cake carrot蛋糕 所以女士们 现在William将来展示我们 如何制作一个Belgium carrot cake 一个很健康的carrot cake 我们用什么材料呢 首先我们用到这个 un-sorted butter 就是无盐的蛋糕 首先我们将用250克 un-sorted butter 250克 250克的没有盐的奶油 然后我用到这个 油痰150克 and we are going to use 150克 的carrot cake 我现在用这个机器来 给它打到好像那个 好像cream这样 给它发一点点像 现在我们要把蛋糕 现在我们要把蛋糕 跟糖尖 直到它是轰热的 这样我们开慢速度 给它搅拌那个糖 给它融捡先 然后我们开 在中快速度中快速度 你这算大概是五六号 五六号 四号到六号 六号度 所以女士和先生 首先我们要把酱油和砂糖 我们要用中快速度中快速度 那是四到六 然后我们要把酱油和砂糖 才会把酱油和砂糖 要跟它打 打到它松软为止 好 现在可以了 我们来看那个材料怎么样 那大家请看 打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这个样子了 所以可以看到 它变得很软 现在我们可以继续 然后我们加入蛋黄四粒 现在我们要加四粒蛋黄 四粒蛋黄 我们用到的鸡蛋是 就是那个鸡蛋的鸡蛋 对 当然 今天呢少不了就是用到我们 LTK Omega Plus 8 是有非常健康的鸡蛋 你可以用四粒蛋黄 今天我们用到LTK Omega Plus 8 然后你们都知道 它们都是很健康的鸡蛋 OK然后我们要锅饰那个面粉 这个是普通面粉 我们要锅饰给那个面粉 这个是普通面粉 William要将它材料争取 二继续蛋黄 这个是普通面粉 是220克 所以我们用 220克的鸡蛋黄 这是奶粉15克 15克的泡粉 1小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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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分之1小匙的盐 30克 30克 7成型 1小匙 8總 1800 8-9 12 21 来吸锅 我不知道你没有那个 Battery Operator 吸锅 不然我就可以借给你用 这样 那个比较容易 你可以用Battery Operator 吸锅 去吸锅材料 现在打到已经可以了吗 这样我们要加入那个面粉 慢慢开 慢速度 一旦鲜鲜鲜 已经凉凉 直到凉凉 现在我们可以添加凉的材料 像这样 记得 你只可以加入烤鲜鲜鲜鲜 如果您用小混合器 您可以用手搅拌 这个各位朋友大家要记得 只有用烤鲜鲜鲜鲜鲜 你才可以把那个速度放到最慢的速度 然后把这个粉料慢慢的加进去 跟它拿来搅拌均匀 如果你是用手提的那种混合器 你千万不要这样做 因为那个粉全部会飞掉 它的速度很快的 所以那个时候呢 就是用手慢慢的把它加进去 然后我们放 那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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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多少 多少 一条吗 这个是两 大概是200 200g 这样 所以你需要 大概需要 大概200g 大概是200g 然后你炒它 这样 跟它 那两条红萝卜 跟它切成 所以它适合 比较粗的条 看我们加这样 然后我们现在要加进 这个核桃是50g 还有这个核桃是50g 还有这个核桃是50g 然后用轻轻的速度 搅拌它 至于均匀 至于均匀 好的 这样我们已经好了 这个 嗯 这个面糊 已经好了 好 那大家请看 打好的面糊 很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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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蛋白跟它加下去 这个是50g 那个 糖粉 嗯 然后50g 的糖 放这两个材料 一起 然后你将它变成 蘑菇 然后现在我们就把这个蛋白 跟糖粉加下去 然后把它 打到它变成一模子 这样我们要开 大 快速度 快速度 We are going to use high speed to beat up the egg white 好 Alice 我们来看那个蛋白 我们打到这样的程度 就好像刚才做酥g cake 一样吗 对 刚才那个酥g cake的 那个蛋白不是很 打到很 很硬 但是这个比较硬一点 OK 大家请看 好 所以女士和女士 你需要把你的蛋白 到它变成更硬 对 更硬 对 对 好 现在我们也是一样 我们刚才那个蛋白放一点下去 嗯 嗯 所以就像我们做的酥g cake 把蛋白放入 一些蛋白 然后我们将它混合 到它变成更柔软 之前我们加入 其他蛋白 好 我们夹在这边 现在我们把蛋白放入 所有蛋白混合 进蛋白 然后我们将它混合 好 等下你做好了 这个蛋白 这个红萝卜 会不会烂掉 不会啊 还是会看到一条条吗 对 会看到 你切起来 很像那个 texture 还是看到它一条条 看到一条条的 Carrot 所以 女士和女士 用回去这个红萝卜 用这个红萝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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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红萝卜 用这个红萝卜 用这个红萝卜 尽量把那个边上的蛋白呢 也放下去 然后就在这个红萝卜 用这个红萝卜 然后就把这个红萝卜 倒下 所有的红萝卜 都放在这个红萝卜 这个红萝卜 是会存下去 烤的时候 嗯 so don't over mix because if you over mix your cake mixture later during baking during baking it will sink 知道哦 嗯 就是这样 最后呢 就用手跟它搅拌下去 因为如果你 搅过容 用机器搅过容 等下烤的时候 它就会下沉哦 ok 它的 texture 就是这样的 这样画画的 嗯 可以看到吗 you can see you can see that it is dropping consistency 看到吗 你拿起来 你搅拌一搅 这样 你搅拌一搅 它就会跌下来 ok 那现在准备一个烤盘 好 我们是用到这个 9寸的烤盘 get ready around baking team just line it with a piece of paper underneath 这样我们放这样 and now you can pour your cake mixture into the baking team and now we can put it into a pre-heater oven 用180度 用180度 celsius using top and bottom fire and bake for about 50 minutes 对的 就是这样 用180度 上下火 然后烤50分钟 好这个 oven已经热了 我们可以进烤箱 这样 所以我们不要等 William在这里呢 就已经为大家准备了一个蛋糕 好 so ladies and gentlemen you need to bake it for 50 minutes so after 50 minutes the cake will become like this so William has baked one earlier and the cake must be cool before you do some decoration ok 然后我们要煮那个 chocolate的鲜料 这是 topping 这个是cooking chocolate 对 cooking chocolate 这个是250 50 so ladies and gentlemen we are going to put a chocolate topping on top so we are going to use 250g of cooking chocolate 然后这个是daily whipping cream 是用到是175g and we are going to add in 175ml of whipping cream this is the daily whipping cream 首先我们要放到这个 那个是daily whipping cream 给它煮到滚了是吗 嗯 很燥 我们是加入这个chocolate下去 那它滚了以后 我们就可以加入250g的 cooking chocolate so bring the whipping cream to boil before we add in 看到那个 whipping cream 是要滚上来是吗 你看 bubble you can see that it's going to boil now you put in your 250g of cooking chocolate 给它要融解 就是要不断地搅它 就是要不断地搅它 你需要搅拌它 你需要搅拌它 看到吗 不断地搅拌 现在可以关掉火了吗 对 and now you can just turn off the fire 这样吗 这样吗 once the chocolate has melted just turn off the fire 看到它的 texture 很像 very smooth 嗯 yes you can see that the chocolate mixture is very very smooth 但是现在很烧的时候 我不能够涂在这样的 倒下去 倒下去 因为它会产生生 会分开 对对对 然后我们有stand by 一个煮好了 给它冷却的 这样的 ok 你就说它冷了 那时候就会变成这个样子吗 对对 比较很像那个cream这样 嗯哼哼哼 so ladies and gentlemen this chocolate mixture put it to cool 要放在冰床吗 不是要 我是讲最好是放在room temperature 给它冷却先 ok so just like this now you see it is watery you leave it to cool once you leave it to cool it becomes like this 它冷却了的时候 就变成了这个样子了 它就会比较浓 好 现在呢 Vidham已经准备了 这一份冷的 他就要把它涂在 我们的蛋糕上面了 这个是我们叫做 这个是turn table 嗯哼 嗯哼 我们一来是用那个 Decoration 的 蛋糕 然后用到这个可以转到 对对 那个 cream 比较 是是 像我们这个 这个巧克力是吗 这个比较 好像比较硬一点是吗 我们要给它软一点是吗 用这个 Spartaculate 给它搅拌 给它软一点 就用 so ladies and gentlemen if you find that your chocolate cream has already set is a bit firm what you can do is you can use a spatula then you just need to cream it like this just cream it like this 你看 它软了 要用意 oh this is a palette knife palette knife and then you can use a palette knife to spread the cream on top 哇 这个cream 很漂亮哦 也不会太硬 也不会太软 对啊 这样我们转 转 转 转就是给它那个 给它拌一点哦 嗯 就是你按住它 然后你一直转 它的边呢 就会很光滑 当然你要做到很漂亮 你就是要下苦工哦 每次都要做哦 你一年才做一次 当然就不会光滑的啦 对 好像 William 这样哦 他每天都在做 所以当然是非常的光滑的啦 所以女士和先生 practice makes perfect 所以 as long as you practice it practice it every day or very often I'm sure you will you can do your icing very well yes then you can use the side of a scraper if you have the jacket scraper then you can use it to draw lines yeah 看到这样 嗯 很漂亮 just draw some lines 就是用这个 这个有牙的那个边 跟它扫一扫 轻轻的扫一扫 就看到有线条在上面 增加它的美观 Midiam 已经很漂亮了 现在怎样做呢 OK 现在我们要 这个cooking 你知道吗 这个是装饰的 在那个蛋糕里面比较漂亮 嗯 就是cooking so lady 这个在华文就是用 那碎的 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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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碎的碎 这个如果你买不到的话 你可以用那个nip almond 就是杏仁碎 对 用杏仁碎是可以 so ladies and gentlemen you can either use cooking or you can use toasted almond nips to decorate the side 对 this is what you need to do yeah so我们是 放在一张的 decorate just take some put it on your hand and then you press it on to the side 然后就它轻轻的 跟它 拍在它的边上 做成一个 一个wave 这样好像波浪型 嗯 嗯 很漂亮 你不要看William做好像很容易哦 这样你自己来做的时候 可能就是手忙脚乱 这样看不到它那个波浪型 如果你第一次做的话 你就全部跟它放完吧 那么你就不用看到这么伤心 为什么我的波浪有些大有些小哦 ok好 好 这样我们是 现在我们用到那个 fresh cream 嗯 我们装是那个 然后我用到那个 nose 这个是 rosette的nose 这个是 star nose star nose 那这就是一个 带子哦 这是专门装 那个麒麟 cream的带子 然后加一个 新型的嘴 现在这个cream 就已经打好了 这个cream 很容易的哦 就是买那个 wripping cream回来 就是这样打 打到它硬就可以了 so this whipping cream you just have to use the machine and then you just rip it up until it is stiff ok好 这样我们呢 这是比较 basic的 decoration 这样我们就是 放一个 nose 一个圆圈 这样 ok just start with piping some cream rosette on top can you see the skill you do one here and one opposite one here one opposite to get four across then after that you just have to pipe another two in between then you find that is very very even 看到吗 各位朋友 你不要 就是这样一直 一直挤那个花 你最好就是先 抓它的点 两边对角 两边对角 就是一个四分之一 然后在每个四分之一 中间呢再挤多两个 那么就很漂亮了 现在呢 我们要decorate 这个草莓 草莓 用草莓来做装饰 对 草莓很漂亮哦 所以你用草莓来做装饰呢 是很可爱的 so ladies and gentlemen just get ready some fresh strawberry strawberry cut it into two and you're going to use it for decoration decoration 嗯 那好吃很漂亮 对 一放了这个strawberry 上去哦 哇它整个cake的样子呢 就不意量 马上就高贵了 对啊 这个是 刚才你看到那整个cake 还没有decorate的吗 还没有decorate的 就是很plain的一个cake 现在一放了decoration上去 尤其是加了这个strawberry 哇 is really make your cake so classy very temptation yes this is a very very sweet tasty temptation 那这个cake的好处就是不用放在冰厨的哦 直接就可以吃的咯对吗 然后我们用到这个白的巧克力 嗯 我们吃scrape 是这样的 ok and now William has got ready some white chocolate just hold the white chocolate use a knife and then you scrape it 大家请看哦 在这个cake的中间 那个空的地方 William呢 现在是用一块白色的巧克力 就是用一把小刀 轻轻的跟它刨下一些白色的巧克力在上面来做装饰 好各位朋友 这就是比利时巧克力红萝卜蛋糕 Belgian chocolate carrot cake 好